鬼吹灯 第二步 龙岭迷哭 天下霸畅 第二十二章 野猫 只见一只花纹斑斓的大野猫 不知何时 从倒洞中悄无声息地溜进了墓室 此刻正趴在这姑少的肩头 用两只大猫眼恶狠狠地同这姑少对视 这姑少暗骂一声晦气 倒抖的不管哪一门 都最忌讳在墓室中遇见猫 狐 黄鼠狼之类的动物 尤其是野猫 传说猫身上有某种神秘的生物垫 如果活猫碰到死时 是最容易激起失变的 这只不请自来的大野猫 一点都不怕陌生人 它趴在这姑少的肩头 同这姑少对视了一下 便低头向观中张望 它似乎对观中那些 摆放在女尸身旁的名气 极感兴趣 那些金光闪闪的器物 在她眼中如同具有无比吸引力的玩物 随时都可能扑进观中 这姑少把心悬到了嗓子眼 她担心这只野猫从自己肩头跳进棺材里 一旦让她碰到女尸 即便是女尸口中含着定尸丸 也必定会引发失变 真要是变做了白兄 自己虽然不惧 但是一来动静闹得大了 说不定会把蜡烛碰灭 二来时间不多 恐怕来不及取女尸的脸服回去 拿给了陈长老了 金明布墨金的行规 同灯灭布墨金的规矩一样 都是墨金校尉必须遵循的铁则 虽然凭这姑少的身手 即使坏了这些墨金行规 取走这套脸服 亦如探囊取物 但是道上的人最看重信义承诺 把这些规则看得比性命还要来得金贵 这姑少这样的高手 更是十分珍惜 道斗的名头本就好说不好听 如果再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规则 那么就会沦落成民间 散到一样的毛贼 说实迟 那时快 这些想法在这姑少的脑中 也只一转念 更不容她多想 那只条纹斑斓的大野猫 再也抵受不住 名气亮晶晶的诱惑 一躬身 就要从这姑少的尖头 跃浆下去 这姑少想伸手 抓住这只大野猫 但是唯恐身体一动 惊动于她 反而会碰到南宋女师 这时眼瞅着野猫 就要跳进棺内 集中生智 连忙轻轻地 吹了一声口哨 这姑少这绰号的由来 便是因为她会使猪般口技 模仿各种动物机器人生 学什么像什么 有一甲乱针的本领 这功夫为了吸引野猫的注意力 作起嘴来轻吹两声口哨 然后模仿起猫的叫声 喵喵叫了几下 那只准备 跳进棺材里的大野猫 果然被同类的叫声吸引 耳朵一耸 在这姑少尖头 寻找猫叫声的来源 野猫大概也感到奇怪 没看见有别的猫啊 躲在哪里 听声音好像还就在附近 这姑少一看 这只大野猫中继 便盘算着 如何能够将它引离棺材 只要再有一丁点时间 把女尸的脸拂扒下来 便可大功告成 那时候这只臭猫 愿意去棺材里 玩便随它去好了 但是如何才能 把它暂时引走呢 为了分散野猫的注意力 这姑少又轻轻地学了两声鸟叫 野猫可能有几天没吃饭了 听见鸟叫便食指大动 终于发现 那鸟叫声 是从旁边这个家伙的眼睛下边 发出来的 这个人脸上还蒙了快步 这黑布下面定有古怪 说不定藏着只小麻雀 大野猫一想到小麻雀 顿时饿得眼睛发蓝 抬起猫爪一下下地 去抓这姑少蒙在嘴上的黑布 这姑少心中窃喜 暗骂 该死的笨猫 蠢到家了 这姑少利用大野猫 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 它的黑布上的机会 用手悄悄地抓住 棺中陪葬的一件名气 那是一只纯金的金丝镯子 为了不惊动野猫 它保持胳膊不动 只用大拇指一弹 将那金丝镯子弹向身后的道洞 金丝镯子在半空中 划出一条抛物线 掉落在牧室后的道洞口附近 牧室里始终静悄悄的 连针吊在地上都能听到 那镯子一落地 果然引起了野猫的注意 这姑少这时也不再使用口技 野猫以为那只小麻雀 趁自己不注意 跑到后边去了 喵喵一叫 追着声音 跳进了道洞 想去捕食 这姑少等的 就是这个机会 野猫刚一跳离自己的肩头 便立刻掏出 二十想带快慢机的 德国镜面匣子枪 想要回身开枪 把那只大野猫打死 以免他再跳上来捣乱 却不料回头一望 身后的牧室中 除了初时那只 花纹斑斓的大野猫 竟又钻进来七八只 大大小小的野猫 有一只里 半照住蜡烛的瓦当极尽 只要随便一碰 瓦当就会压灭蜡烛 这姑少的额头 层层冒出冷汗 大风大浪 不知经过多少遭 想不到 在这小小的牧室中 遇到了这种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的诡异情况 难道是刚才自己做的口技 引起了附近野猫们的注意 猫的耳音最灵 听到洞中传来麻雀的叫声 便都钻进来 想要饱餐一顿 天色随时会亮 这可如何是好 按往常的经验 野猫这种动物生性多疑 很少会主动从道洞钻进古墓 这姑少望着身后那些 大大小小的野猫哭笑不得 今夜这是怎么了 按倒葫芦又起来瓢 想不到从这古墓中摸一套脸符 平时这种不在话下的小事 今夜竟然生出这许多波折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成也萧和 败也萧和了 用冠绝天下的口技 引开了一只野猫 却招来了大批野猫 凭这姑少那套百步穿扬的枪法 完全可以用快枪解决掉 进入墓室中的野猫 但是稍有差池 奔穿或者受伤的野猫 便会把蜡烛碰灭 如果在机明灯灭前 拿不到这套脸符 就学不到摸金校尉的 分金定学之术了 想到不足中的人 临死前苦不堪言的惨状 这姑少便觉得世界上所有的困难都挡不住自己 当下一咬牙 这种情况就不能求稳 必须以快制快 在那些该死的野猫惹出事端之前 便把女尸的脸符扒下来 这姑少出手如电 将女尸身体固定住之后 将她的脸符搭盘扯掉 用脚抬起女尸的左臂 想把脸符的袖子从女尸胳膊上退下来 然而刚一动手 忽见两只野猫跳上了铜脚金棺的官邦 那野猫为何不怕人呢 只因长期从事道斗的人 身上阴气重 阳气弱 再加上一袭黑衣身手轻盈 又服食了一只呼吸心脉化解失毒的红莲妙心丸 所以在动物眼中 这种盗墓贼和死人差不多 野猫们觉得死人并不存在危险 一黑一花两只大野猫 被金角铜棺那黄灯灯的颜色所吸引 纵身跃了上来 两只野猫互相打闹 你冲我滋滋猫牙 我给你一猫爪子 翻翻滚滚的同时掉进棺中 眼看野猫就要碰到骨尸了 此时女尸口中含注定尸丹 尸身上的白毛已经减退 恢复如初 但是如果被野猫碰到 肯定立刻就会发生事变 这骨少心里十分清楚 一旦事变 那白兄疾是猛恶 不是一时三刻所能治得住的 估计再过小半炷香的功夫 就该金鸡爆小了 虽然金鸡一鸣 白兄也发作不得 但是女尸身上这套脸服饰 无论如何都取不下来了 这也就是这姑少的身手 在野猫碰到女尸之前的一瞬间 这姑少扯动捆尸所 一挺腰杆儿 腾空而起 从金角铜棺中向左边跳了出去 把那南宋女尸也一并从金角铜棺中扯出 一人一尸都落在牧室的地面上 这时已经有三四只野猫 都进了棺材里 在铜角金棺中互相追逐着嬉戏 这姑少暗道真是显过剃头 既然已离了铜角金棺 更不敢耽搁 把女尸从自己身上推起来 仍是抬脚架起女尸的胳膊 想把女尸的脸服扒下来 然而借着忽明忽暗的烛光 发现那女尸的嘴不知什么时候又张开了 大概是带着女尸从铜角金棺中跳出来 动作幅度太大 又把女尸的嘴颠开了 只见那女尸身上又开始浮现出 一层白色绒毛 就如同食物变质 发霉生出的白毛一样 眼看着越来越长 张开的尸口 对着这姑少散出一团黑雾 这姑少心中一惊 倒吸了一口冷气 好浓的尸气 若不是事先浮了红莲妙心丸 被这尸气一熏 立刻就会中尸独身亡 对于古尸黑雾一般的尸气 这姑少不敢大意 低头避让 只见原本含在南宋女尸口中的深紫色定尸丸 正落在半照着蜡烛的瓦当旁 面对即将尸变的南宋女尸 如果不管不顾的继续扒她身上的脸浮 转眼间就会变为白胸 这姑少只好把抓住女尸身上脸浮的手松开 不管怎么说 趁现在尸变的程度不高 先把这粒定尸丸给女尸塞回去 于是这姑少着地一滚 她与南宋女尸之间被捆尸所连在一起 那具正在慢慢长出白色细毛的南宋女尸 也被这姑少扯着拖向牧室东南角 牧室的东南角是整座牧室中照明的死角 现在牧室中的光源一共有两处 一处是挂在铜角金关盖子上的马灯 另一处便是被瓦当半遮住的蜡烛 瓦当与铜角金关形成的阴影 交汇在牧室的东南角落 而那粒定尸丹就刚好落在光雨暗的交界线上 随着烛光摇曳 时而瞧得见 时而又被黑暗吞没 这姑少滚到近前 伸手去拿地上的定尸丹 忽然从光线死角的阴影中 窜出一只大猫 正是最初进牧室捣乱的那只野猫 那猫可能饿得很了 见什么想吃什么 张口便咬地上的定尸丹 这姑少对这只野猫恨得牙根而都痒痒 但是这时候伸手取定尸丹已经晚了 这姑少情急之下 只好顾忌重施 以天下第一的口计学了两声老鼠叫 那只花纹斑斓的大野猫果然在次中计 稍稍一愣神 瞪着一双大猫眼盯着这姑少 只是没搞明白对面这只大老鼠 怎么与平常的老鼠长得不一样 所以没有立即扑上来 这姑少趁着野猫一睁的时机 用手抄起地上的定尸丸 顺手塞进南宋女尸口中 跟着飞出一脚 把大野猫像个皮球一样踢了出去 这姑少这一脚何等灵力 加之无声无息 那野猫猝不及防 只把他踢得一头撞在牧室墙上 骨断筋舌 脑袋碎成了树瓣 哼都没哼一声 便一命呜呼了 这姑少踢死了大野猫 心中暗道 非是要取你性命 只是你这馋猫 一而再再而三的坏我大事 留你不得 你成佛吧 这姑少有恰心思点儿的功夫 凭直觉这么一算 附近村落的大公鸡 不出半只纸烟的时间 就会提名报销 再也等不得了 当下一扯捆尸锁 把南宋女尸拽起 南宋女尸罩在最外边的脸服 已经完全解开 只剩下两只衣袖 女尸身穿九套脸服 衣服套得非常紧 但是只要顺着脸服及身体的走势 使用的手法得当 费不了太大力气 便可全扒下来 这姑少扶正南宋女尸的尸体 准备把她的尸身转过去 这样不用抬死尸的胳膊 只要从南宋女尸背后顺势一扯 那就算完活了 然而还没等这姑少 把南宋女尸转过去 就觉得一阵阵兴风浮动 钻进墓室的其余野猫 都听到了刚才老鼠的叫声 而且那老鼠叫是从这姑少身上发出来的 野猫们都饿得久了 此刻听到老鼠叫声 便纷纷窜向这姑少 要在她身上找着老鼠在呢 十几只大小野猫同时扑了上来 便是有三头六臂 也不可能把他们同时解决 这姑少心中一片冰凉 罢了 看来天意如此 老天不容我学这套摩金校尉的 分金定学秘术 但是这气馁的念头 在心中一闪即逝 野猫们来得快 这姑少的口气更快 这姑少学着野猫的叫声 喵 嗷 喵 嗷 野猫们哪想得到 这姑少有这种本事 本来在她身上有老鼠叫 这会儿又有野猫的叫声 一时搞不清状况 野猫本就生性多疑 一时都停住不前 瞪着猫眼盯住这姑少 野猫们的眼睛在漆黑的墓室中 如同数十盏明亮的小灯 散发出充满野性 而又诡诈的光芒 这姑少不管野猫们怎么打算 立刻把南宋女尸的尸身转了过去 用捆尸锁定住女尸 扯她尸身上的脸符 几乎在这同时 饥饿的野猫们也打定了主意 好像是事先商量好了一样 不管是老鼠还是死人 都是可以吃的东西 这回不管再有什么声音 也要先咬上一口再说 一直指野猫都像是离弦的快剑 骤然扑制 这姑少也知道 这个诡异漫长的夜晚 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了 能不能成功 就要看这最后几秒钟了 在这短短的一瞬间 必须同时做到 第一不能让野猫们 碰到南宋女尸 激起事变 第二也不能让任何一只野猫 碰熄了牧室中的蜡烛 第三要赶在金鸡抱小前 扒下南宋女尸的脸符 绝不能打破鸡鸣 吹灯不摸金的规矩 这姑少向后退了一步 踏住脚下的瓦当 用脚把瓦当 踢向铺在最前边的野猫 击射而出的瓦当 刚好打在那只黑色野猫的鼻梁上 野猫熬得一声惨叫 这时这姑少也抱着南宋女尸倒地 避过了从半空扑过来的两只野猫 顺手抓起地上的蜡烛 右手倾着蜡烛 用蜡烛的火苗 烧断自己胸前的捆尸锁 左手抓住南宋女尸脸符的后巾 这姑少和南宋女尸都是倒在地上的 此时抬脚把背对着自己的南宋女尸向前一脚蹬出 将女尸身上的脸符扯了下来 这一下动作幅度稍稍大了些 这姑少一手抓着脸符 一手举着的蜡烛也已熄灭 远处的金鸡爆小声 同时随着风传进道洞之中 猫吃死人是很罕见的情形 而这牧室中十数只封了一般的野猫 同时扑到南宋女尸身上乱咬